好,在这个程式里面我们用了比较多的class,比较多的类别 所以各位在看这个程式的时候 就是会需要把每一个类别的角色先弄清楚 那我们这一个程式呢 所有的相关设定我们放在chat setting这一个类别里面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用譬如说Server的IP或者是Pole就从这里面去 那我们有用到C Sharp里面的Delegate Delegate就是有点像C语言的函数指标那样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宣告函数指标的形态 只是C Sharp没有指标这种东西 所以它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语法 让你宣告类似函数指标的东西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ChatSocket 那这个都是在ChatLive.cs里面 那这个ChatSocket里面就会储存的像Socket、StreamReader、Writer这些 都是读写一个串流所需要用到的一个物件 那我们都把它宣告在这里 那这边有一个叫StRHandler就是上面这一个Delegate 就是这一个函数指标 那它宣告InHandler是一个函数指标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InHandler指向某一个函数 然后用它来处理输入讯息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有一个Endpoint 这是用来记录到底是谁连进来的 那Instate这个是用来记录说对方是不是已经挂了 如果已经挂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Instate里面才不会一直去干扰到 还要去发讯息给它又发不通 如果对方已经突然之间关闭的话 那接下来这里有一些ChatSocket里面有一些函数 和一些成员的初始设定 那主要ChatSocket的函数就有Receive和Send Receive就是收讯息 所以它会从Reader就是对连进来的那个人 读取它输入的讯息 那Send就是送讯息 就是把这个讯息送给你要送的那个人 那这里Connect就是当有人连进来 就是你想要连对方的时候 你想要连对方的时候会互交这个Connect函数 那NewListen就是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倾听者 然后去处理 处理对方送讯息过来的那个事件 然后让它能够用这个P-Handler去处理那个讯息 所以这里有用到自信序 那这个Send就是你建立那个Listener之后 就会执行这个P-Handler的这个函数 执行这个P-Handler的函数 然后去监听对方的讯息 然后做适当的处理 那Listen Listen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有没有 这一个NewListen的地方 它似乎叫这个Listen函数 这Listen函数就是这里 那这个Listen函数呢 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收 收讯息 然后呢 呼叫InHandler去处理这一行 所以这里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边去设定这个InHandler的原因 就是呼叫这一个函数去处理这一行 那每次呢 讯息进来之后 我就呼叫这个函数去处理这一行 所以这个InHandler 其实是只处理一行而已 它并不是处理一直处理 而是只处理一行 那就结束就会去了 那如果呢 在这当中就是Listen的当中 这个无穷回圈的Listen当中 有任何的错误 Error发生 那就代表说对方可能已经挂掉 对方挂掉的话呢 我就把它Is that的设成处 那以后就可以不用再发讯息给它 那这些是我们 这一个程式必要用的韩式库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主程式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主程式的部分 那从Server开始看 Server Server的部分是这样 Chat server 这个是我们Server的主要类比 那这个Chat server呢 要去记住到底有多少个client连进来 有多少个人连进来 我一定要记住 不然我没有办法把讯息广播给所有人吧 因为我们这一个是多人聊天室 既然有多人的话 那我就要做一个广播的动作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client list 才有办法知道说谁连进来了 那我之后可以记住它的socket 记住它的socket 我才有办法传讯息给他们 好 那所以呢 我这个主程式就是把Chat server 建立起来 让它跑 这就是我们主程式 那重要的就是这个跑的部分 到底跑了什么 那跑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server 几乎都是这样写 就是先把port那个连接复占下来 那以这个层 以这个程式而言 我们的连接复是占多少呢 是占3766 这是随便取的一个连接复 只要不跟人家冲就好 所以我们把3766的port占下来 占下来之后呢 建立一个TCP的socket 建立一个TCP的插槽 然后呢 就用 就把这个连接复占下来 bind上去 让我们可以去收讯息的 listen 收讯息的 那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就进入一个无穷悔圈 这几乎我们之前的网络程式 也都是这样写的 进入一个无穷悔圈 然后呢 记得TCP的程式呢 我们这边都会加一个accept accept 就是说我接收到一个新的连线进来的时候 我会创造出一个新的socket 新的插槽 ok 新的连线进来 我创造一个新的插槽 那我以后要输出讯息或接收讯息 就从这个插槽来输出和接收 ok 好 那 那 这时候我就显示说 接收一个新连线 这只是在server端 server端 这边有没有 你会看到说 比较上面这边 有没有 这里有接收一个新连线 这就是这一行所印出来的 因为有人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接收一个新的连线 那这边又接收一个新的连线 所以总共应该有三个接收一个新的连线 就是 都是这一行印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是 就是我们收到那个socket之后 那我们就对应的为他建立一个client 建立一个client 好 那建立这个client呢 我就把这个client呢 加到我们的client清单里面 加到client清单里面 那之后呢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新的倾听者 新的倾听者去倾听讯息输入的事件 好 那这样那个对方如果有讯息进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倾听之后去处理 OK 好 那 当我建立完这个新的倾听者之后呢 那 其实他的动作是跑到哪里 你要看一下我们的chatter socket client其实是个chatter socket client.new listen 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倾听者 那这个chatter socket在哪里 在这里 chatter socket 所以当我们呼叫chatter socket 点new listener的时候 他会建立一个新的执行序 新的线程去接收讯息 然后用这个in handler去处理那个讯息 也就是你传进来 new listener传进来那个参数 去处理那个讯息 所以在这里呢 也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process message come in 我们看一下 它会印出收到讯息 收到什么讯息 然后呢 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很关键 这个动作是整个程式里面最关键的一行 就是broadcast 把我收到的讯息广播给所有人 所以这个动作是几乎是整个程式里面最重要的一行 我收到讯息之后 我把收到的讯息广播给所有人 那怎么广播呢 就是对于每个client而言 对于每个client而言 只要他还没有挂掉 只要他连线还在 还没有被切断 那我就送讯息给他 送讯息给他 就呼叫client.send message 那client呢 就是这个chatter socket 他已经定义在这边了 所以client.send client.send也就在这里send 就是呼叫这一个函数 去送讯息给对方 就送讯息给那个client 我送讯息给那个client 所以我有一个回圈 再送讯息给每一个client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client应该 每一个客户端都应该会收到我的讯息 OK 那只要他还没有切断 他就应该会收到我的讯息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写的时候 server端其实就是 就是每进来一个新的client 我就建立一个新的chatter socket 然后去处理对应的动作 那处理的方式就是用这个process message 去看命 process message coming 里面会呼叫broadcast 去广播 然后把讯息广播给每一个client OK 这是server的运作原理 那接下来就要看client的运作原理 client的运作原理 client的运作原理不是看这个 这只是组程式 真正的重点是我们的window phone的那个视窗程式怎么写 那window phone的视窗程式 这只是界面 这也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phone check client 那phone check client 这一个你会看到说OK 这里它有说message handler等于this.addMessage 也就是说我把这一个环数指标指向addMessage addMessage是谁呢 addMessage是这个 所以它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说当有讯息进来的时候 它就把它放在这个reach textboxboard的这个窗格里面 那reach textboxboard是谁 看一下 这个就是reach textboxboard 也就是说当有讯息进来的时候 我就把它丢到这里来显示 这样很合理 所以呢 当有讯息进来的时候 会被丢到用 会被addMessage这个函数 丢到reach textboxboard 也就是这个显示的框里面 那这只是讯息进来的动作 也就是说server送讯息进来 那client除了接收讯息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它也可以 可以传送讯息 在这个 在这两个框里面 要做对应的动作 然后当我按送出的时候 它要传送讯息 所以这里就会有程式 什么程式呢 当我按button send.click 这个按送出的按钮的时候 它会驱动这个函数 驱动这个函数呢 它会叫send message send message做什么事呢 send message是 它会第一个动作是说 OK 看它有没有输入使用者名称 如果有输入使用者名称 它才可以送讯息 它没有输入使用者名称 就会请它输入使用者名称 那也就是说它这里一定要打 只要这里没打的话 就不能送讯息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名字打上去 然后接下来呢 if client等于no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它还没有连上去 它还没有连上去 server之前 那 第一次连上去的时候 那它要做这个动作 就是先把它连上去 连到server 一进来嘛 这就是一进来的时候 要连到server 那连到server之后呢 它把那个 建立这个process message come in 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函数 函数 那我们刚刚有看过 这个clined socket呢 它可以 可以用这个函数 去处理一条讯息 处理一条讯息 所以它每次呢 只要它输入了一条讯息 它就会呼叫 这个process message come in 去处理 所以如果有别人 送讯息进来 也就是说server 送讯息过来的时候呢 OK 它会 它会去呼叫 这个process message come in 来处理讯息 那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 如果今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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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息 我现在呢 讯息的长度大于0 msg的讯息长度大于0 msg是谁呢 就是这个testbox message.test 他是谁 就是这个 这个testbox message.test 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讯息的长度大于0的话呢 我就 送一个讯息出去 也就是说 我有打字 然后才按 才按 送出的话呢 我就送讯息出去 如果没有打字呢 就不用送 有打字 就送 那送什么呢 送 是谁 然后2点 然后呢 讯息是什么 出去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一旦讯息送出去了 就再把我们自己的讯息框给清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样子 是不是 我现在 我现在这里送 ok 那 我打 好 我打howru之后呢 我按送出的时候 我按送出 那你会看到说 我一按送出呢 这个讯息就被清空了 但是 这个讯息被丢在这里 丢在这里 这就是刚刚所做的那个动作 就是 send message 这个所做的动作 如果 一进来的时候呢 那就是要先建立 连线 那 如果已经建立完连线呢 就看看讯息是不是 有字 有字的话 就把它送出去 好 就做这几个动作 好 所以这整个我们就是一个 差不多是完整的 四窗版的 聊天 聊天室 是多人的 那整个架构呢 比起上次我们 所讲的 那个点对点的 p2p的 一对一的聊天程式 要复杂多了 所以这一个程式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因为它的 它有好几 好几组程式 那事实上 公用函事库 提出来 就是 chatlab 然后呢 client端 的程式 就有三个 phonecheck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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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er.cs 那 wincheckclient 这都是client端的 那server端的程式就是 chat server 但是 所有的这些程式都有用到 chatlab 这些公用函事库 好 所以 大致上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一个程式的运作原理 那各位 请仔细看一下 以便了解它的运作原理 好 那我们先 先让各位花点时间看一下